大家好,我是小玉 茄子很多人都爱吃 比如红烧茄子 蒜蓉、烤茄子等 都是备受欢迎的美食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茄子最好吃的做法 很自信地说 直接是色香味俱全 主要是软烂入味 特别地下饭、好吃 学会以后呢 再也不馋饭店里面的味道了 一起跟着视频 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 我们先把茄子地切掉 清理干净 这个部分有刺 小心操作哦 再用清水清洗 其实表皮很滑 不容易有脏东西 所以我们用清水随便搓洗 就很干净了 跟着我们 把茄子斜刀切成厚两厘米的片 这样切出来长度适中 炒出来会很好看 选茄子也是很关键的 要选择这种紫色的长茄子 长茄子的生长周期短 所以它的果皮比较薄 水分多 有果肉纤维系的特点 而圆茄子刚好相反 生长周期比较长 果皮比较厚 肉质很紧实 圆茄子的口感呢 就比较磁势 长茄子的口感就比较细嫩 用来炒着吃的话 口感更好哦 跟着我们再将它切成粗条 也是一两厘米的宽度 这种茄子不需要切得太小块 因为炒的时候呢 还会缩小的 切成这个厚度 炒的时候呢 也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切好的茄子呢 装入大碗中 接着要做一步很关键的步骤 老厨师做茄子呢 不用蒸不用炸 也不用焯水 但是却又能让茄子软糯入味 又不油密 就是多加了这一步 往茄子里边加点食用盐 抓拌抓拌 拌均匀 让盐融化 这样让茄子浸泡在盐水里 腌制10到15分钟左右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让茄子变软 在煮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加入太多的油 而且呢 还能煮得更软糯入味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个 在别人家菜园剪的菜椒 一个红椒 一个青椒 我们把辣椒子给去掉 然后呢 把红椒对半切开 再切成粗条 去掉的辣椒子呢 也不是不能吃 就是会影响成品菜的美观 清椒也是一样的切法 不要切得太粗了 否则不入味 炒出来呢 也不会脆脆的 就不好吃了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个老到掉牙的老葱头 斜刀切成薄片 几半大蒜切成薄片 喜欢蒜香味更浓郁的朋友 就多切几半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点白糖提味 再加入两勺生抽 半勺干淀粉 然后加入10毫升的清水 把调料都调化开 提前把料汁调好 加入干淀粉 炒制的时候呢 茄子就会更加的软糯入味 这回我们的茄子呢 也已经腌制的差不多 往里边加入 多一些我家的自来水 我们将茄子洗一洗 把茄子表面多余的盐分清洗掉 用盐腌制过后 还能去掉茄子的色味 炒出来呢 会更好吃 茄子的营养丰富 含蛋白质 维生素 以及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茄子还含有龙葵碱 常吃对身体好处多多哦 然后我们将茄子控干水分 尽量挤得干一些 这样在烹炒的时候呢 茄子吸入料汁呢 就会很好吃了 挤干水分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温微热 我们下入葱段和蒜片 中火慢慢边炒出香味来 跟着我们下入青红椒 把青红椒煸炒至半段生的状态 这时呢 我们就可以下入茄子了 继续煸炒 这里我们要用大火 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使青椒茄子融合 这才是青椒茄子最好吃的做法 一分钟后 我们再将刚刚调的料汁加进来 继续煸炒至茄子入味 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 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 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您了 把茄子煸炒入味就可以出锅了 啊 好香 装入盘中 美味集成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 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一道鲜嫩好吃的青椒茄子呢 就做好了 不蒸不炸不焯水 茄子软糯肉味不油腻 原因就是多加了一步 用盐腌茄子 不仅能防止茄子被氧化发黑 炒出来的茄子色泽也更漂亮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却又超级软糯入味 真的非常好吃 做出来的茄子呢 色香味俱全哦 茄子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 富含维生素和纤维 而且茄子的热量还很低 就算嘴馋 多吃几口也不怕发胖 鲜香下饭不油腻 深受全家人的喜爱呢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方法呢 就分享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小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